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好吃哦 就是满口流香 敬请收看《原味相间》五宁片上 江西五宁 一座人在画中的城市 这里留存着顶时文化的古朴遗风 隐藏着各种看似简单 却并不寻常的鲜美食材 人们顺时而为 将各种本土食材巧妙搭配 勿求画普通为神奇 便寻常为独到 如何将泥鳅 腊肉 碱水疤等食材收于一波中 成就五宁人钟爱的碉堡菜 你尝到这个辣里的炖泥鳅以后 你到其他地方去尝啊 你会留念五宁这个味道 新榨的菜籽油 在制作薯粉哨子时 有何妙用 赚钱当然是想赚钱 只要听到客人说 我的哨子好吃 我就做得高兴 做得开心 烹制肉香味浓 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 要如何复杂改刀 好好吃哦 它的口感是特别软 然后很糯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山水五宁 赏独特美景 品地道美食 炖波一种极为传统的美食烹饪方法 五宁人也称之为碉堡菜 山珍和鲜 家禽家畜 没有什么是不能入锅的 不过今天咱们要寻味的 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炖波菜品 陈大哥 咱们今天是来捞什么 俗称就是说水中人生的 一切八分 陈元在五宁经营着一家农家乐 专门制作炖波 对于这个从小就吃着炖波长大的厨师来说 没有什么能比炖波更能表达他对家乡美食的拥护和制度 像我们呢 你不管在外面怎么忙 一到这些地方啊一个人就放松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幸运能抓到泥鳩 他有生活习惯 他一般是草虫 泥比较深的地方 泥多 然后草多的地方 有时候要赶一下 有的泥鳩就会跑出来 这是边赶边挖呀 看看王里有啥 小龙虾 这是迷你号的龙虾 这两个叶子开嘛 为什么叶子开它就有可能有了 肯定里面有什么活动过的 突然变迅速了 草太多了不会有吧 结果把它藏在里面了 尾巴看到没有 结果还是藏在草里面吧 这好大个 它自然生长的这种 它是肚皮带的红 能看到肚皮上是放黄的 这是自然生长的是吗 像市场上那种发黑的那种 那个养殖的一般 那就是养殖的 今天真是够幸运的 然后收获了这么多 这是不是够做炖波了 足够了 那咱们赶紧回去做炖波 好 好 好 想要做出不一样的炖波菜品 光有泥鳅还远远不够 荤素搭配应有尽有 不过还少了一种 至关重要的食材 我们先点火 先点火 这个是引火的吧 不是当材火用的 在食材方面呢 是一种特殊的原料 先点饶它是吧 稻草经过燃烧后 剩下无机物成为灰烬 这些灰烬中 含有大量的碳酸钾 化学性质 跟作为纯碱的碳酸钠 很接近 它冷却以后用开水葱 香味跟碱分 可以全部激发出来 碳酸钾很容易溶于水中 加水过滤之后 收集起来的灰碱水 其实就相当于是 碳酸钾的水溶液 呈碱性 这个是什么 红色的 本地的红米 一年只能收一次 其实它是一种鲜米 做出的味道口感更好 像一种杂粮的感觉 所以我们每年 家庭付费是都会做 这种碱水吧 导绍接仪的一种美食 原来获取灰碱水 是为了制作碱水吧 这种地方美食 最终将为这道神秘的炖波菜品 提供不一样的味道 这是白米 白米里面一定要选用找到米 如果是碗米 它就是成不了形 散掉的 我们这个红米跟白米 一定按照相对的比例 七斤白米 半斤红米 磨的时候的话 这些碱水都不能倒掉 一斤米 七到八两水 所以说水跟米是有比例的 米跟米也是有比例的 也有比例的 将灰碱水泡了八个多小时的 红米与白米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 再搭配着灰碱水 磨出奶昔斑的米浆 今天咱们不是做炖波吗 为什么开始做这个粑粑 辣豆豆泥球里面 它多少稍微有点油腻 然后我们把这个 很原始的食材放到里面 继续了它的油心 扭一逆味 然后又碰触出来的味道 又是另外一种食材的美味 你这做的不是菜 是五宁人的香愁 沐好的米浆上蒸笼蒸 静待出锅 陈大哥 红米入锅之后 蒸多久才能熟 一般我们是蒸两个小时 然后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处理别的食材 从泥丘开始 泥丘放点食盐 把它表面那种粘液 把它先去掉 在盐水的渗透压作用下 泥丘逐渐失去活性 皮表的粘液逐渐去除 下锅我们就会把它清洗一下 一个是我们也把它盐分洗一下 表面的一层粘膜给它洗掉 现在就可以清理它的内脏 胆了还有一点苦味 其实原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泥丘抓了以后 往往就会滴上几滴菜籽油 让它把内脏的那些垃圾吐干净 这是一个胆 这吃起来会苦 你看这样处理干净了以后 一口下去就吃得很放心的 现在泥丘处理 我们就下一步开始 把鸡放到砂坡里面炖一炖 要的是鸡汤 要的是鸡高汤 要的是鸡高汤 待鸡汤炖好 碱水疤也高调出锅 这个泥丘处理好了之后 不需要腌 也不需要裹生粉 面粉什么的吗 我们是拉着炖泥丘的话 我们就不用裹粉 我们直接用油 把握好温度来开始炸 如果炒的话 干扁的话 我们就用裹点生粉 那样又更有口感 就酥了 煮一点外酥里面嘛 七成热的油温 你就炸至半熟状态盛出 恰好的六七成油温 它已经完全定型了 所以里面的肉是嫩的 外面是酥脆 特别诱人的 很有食欲的金黄色 对对对 三到四分钟是差不多的 腊肉切片 入锅爆香 蒜木 米球 鸡汤 减水扒西树下锅 最后蒜鸟点缀 文火慢炖 古林菜因地制宜 做出了很多地地道道 很有特色的农家菜 我觉得小时候 父母要老做 然后回家的时候 发现菜就容易冷掉了 然后就搞个小炉子 到后来慢慢习惯到菜炖的时候 又更乐乎 炖锅这种形式更利于保温 菜也确实越炖越好吃越香 对 烹好的美味倒入砂锅 置于炉火之上 这才是五宁炖锅的高光时刻 锅中的食材经过忘火到微火的炖煮 味道已然全部释放 恰到好处 咕咕嘟嘟 这时方能体会炖煥的妙 红米绝水扒里边就复合了 泥丘啊 腊肉的香味都浸到里边了 咸咸的 还有它自身提供的那个草木灰的 天然的茧香味 对 你尝到这个辣椒炖泥丘以后 你到其他地方去尝啊 你会留念五菱这个味道 一炉子炭火 硬红脸庞 众人围坐 越吃越有味 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 悄悄涌动了起来 集合了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我们现在置身在一片油菜田当中 那我们今天寻找的这道美食呢 就跟我手中的它 还有我身后的油菜田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不是很好奇 味道调查就从这片油菜田开始 正值油菜收割的时节 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 油菜籽晒干后铺展在地上 乡亲们三五成群 人手一把连加 轮番敲打 直至油菜籽从壳中脱离 这个就是打出来的那个菜籽 一大把 爷爷您小时候这个村子里头 有炸油坊吗 有啊 中间炸油坊里就 这是什么动作 这个是一些老板老姑板 所以我们这个村子 从以前开始到现在 都有炸油的这个传统 一个村就基本上有一个 那个炸油的那个点 高温炒紫精准把控火候 炒好的油菜籽放入石墨中 一转一年之间 香气弥漫开来 在经过巨型碾槽的碾压 上锅熏蒸 稻草包裹压制成坯 木锤撞击木蝎子 菜籽油在巨大的压力下 鼓鼓流出 滴滴浓香 一闻清新 今天最美厨娘周敏红 将用这些新榨的油 制作一种名为哨子的五名特色吃食 周大姐咱们今天要做哨子 这么多种类的食材 红薯芋头 各种山珍 那咱们今天做几种哨子 我们咱们今天做三种 三种 周大姐说 哨子是一种方言音译过来的名字 这种美食多以勺粉为主原料制成 因此也叫勺子 哨子可甜可咸 可有馅可无馅 可蒸食可炖煮 做法和吃法可谓变化多端 先做哪一种 做咸的就是这个肉 焯下水 焯下水 比较干净卫生 方便我们切 新鲜的五花肉与腊肉 腊肠 猪皮下锅焯水 焯过水的肉 油炸的豆腐 与木耳香菇干笋等各种扇针 均匀切碎 此时新榨的菜籽油被派上用场 放这么多油 料这么多油 因为那个香菇跟干笋和胡萝卜都很稀油的 好 先下肉 先下肥肉丁 肥肉丁 把油炸出来 大火炸 其实菜籽油有一股那种蛮重的味道 在很多食用油里头 它属于比较强细的 菜籽油的话味道比较香浓 适合红烧煎炒 红薯粉吧 炒虾子炒鱼 炸豆腐 菜籽油炸出来的味道就感觉很香 你淡出来的颜色也好看 菜籽油中还有大量的脂类 唇类 铜类等挥发性风味物质 这也是菜籽油风味独特的来源 不过随着存储时间的增加 这些风味物质会逐渐挥发 菜籽油的香味也会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新榨菜籽油更香 更受欢迎的原因 新鲜肉 全都加进去 猪肠都在这里 为什么要先炒这个肥肉呢 先炒把油炸出来 油炸出来炒这个刚好就炒这个 其他的料子 在烹饪过程中 菜籽油与食材发生美拉德反应 产生具有强烈香气的 比芹味化合物 随着油烟散发在空中 而这仅是菜籽油 大显身手的第一步 现在这是老抽吧 这是老抽调下颜色 然后油提鲜 咱们这锅现在炒的是 所有的咸哨子的料 都在这锅里面 都在这锅里面 好香 关于哨子的皮 五宁人有自己的原则 不同口味的哨子 制皮的原料都不尽相同 而咸哨子的皮 必须用红薯粉 配100摄氏度左右的沸水 均匀搅拌 以保证哨子皮的弹性 水量与粉量的比例 全靠经验拿捏 你这个烫的均匀 你要把这个烫熟了的 拔到一边 这个烫熟的拔到一边 底下还有生的 所以说这个开水 在烫面的时候 要少量多次匀速 然后均匀地给它加进去 对对 太软了也不好做 太硬了那个皮不好吃 几乎看不到干粉了 这个就应该差不多了 此时菜籽油 再次被派上了用场 菜油的作用很大 一个是它那个菜油 金黄金黄的 那个亮亮的亮度 那个烫纸做出来 那个效果又好看 然后它又保持 这个烫纸的水分不蒸发 保住那个皮不干 所以菜籽油在这个烫纸当中 出现过好多次 然后每一个步骤 它作用都不一样 基本上炒线啊 做皮啊 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揉好的面团搓成条状 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此时周大姐拿出了 一个独门武器 这是个啥 这是我自己跟它取个名字 鸭皮器 鸭皮器 这是你自己做的 这是我哥哥帮我做的 一般不是用擀面杖吗 不用擀面杖 这个因为擀面杖 擀不开 这个很有弹性的 所以说得用这种方式 先搓成沿途 放在中间 关门了啊 关门了啊 关上门还得使劲 把自己体重压在上头 好大的进压的 这是很有弹性的 你看嘛 好 这就压扁了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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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包饺子也能用 吃吧 这可以包了 薄薄的 但是你看我拎起它来 扯扯看它变不变形 这样拉拉扯扯都可以的 多有弹性 说明这皮 炒好的馅料被包入面皮中 哨子的形状和饺子相似 都是月牙形 大小却是饺子的两到三倍 你为什么那么爱做哨子 我就感觉别人喜欢吃 我就喜欢做 当时学厨师嘛 是想找工作 想赚钱嘛 中途也找到 遭到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这个手全部是扒的 你看 这套还很深呢 这个 这全部是伤疤 我当时都想放弃了 我想不学厨师了 但是我做一件事情 就想把它做好 既然学了这个 我就想把它做好 咸哨子制作完成 周大姐又用猪油炒香芝麻 与白糖 制作成甜馅 红薯粉与芋头泥混合做成皮 没过一会儿 如汤圆一般的甜哨子 便大功告成 一种甜哨子 远古古的 一种这个咸哨子 怎么个吃法 它是 其实这个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 但是我们今天就打算呢 甜的就蒸着吃 这咸的可以煎着煮着吃 今天准备做三种 甜哨子上锅 蒸至变色即可 咸哨子煮至一个个 从锅底浮起 丈大如球 然后逐渐消气 便可捞起 周大姐将剩余的咸哨子 用菜籽油 小火慢煎至焦黄状态 大火会很快把它煎熟 这样这个皮是没有水分的吗 要保持皮的水分 所以得小火慢煎 慢慢煎 一点生抽加水 它放点生抽 是起到那个皮 有点味道 明白 来加点水 它就是慢慢把它焖熟 十分钟左右 便可品尝到煎哨子的焦脆咸香 你尝一个 好的 感觉怎么样 好吃 很满足 还有瘦肉嚼起来特别有劲 有嚼劲 有嚼劲 里面很香 我看他们都想尝一尝 大家都来吃吧 大家都来尝一尝哨子 来 一种滋味可以让人感受温暖 拥抱团圆 一道美食可以让人回到家乡 重温童年 美食的魔力不仅在于满足人们的口舌之欢 更是借由点滴食物将记忆根植人心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 刘大哥呢 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 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对 给了我一个盆 这个盆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的 刘薇 资深家装设计师 不识人间烟火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 对他而言 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我们是要上山吗 不上山不下河 不去菜市场 也不去田间地头 那在哪找 跟我走吧 好 刘薇的一番话 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 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 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原来是猪肉是吧 对啊 刘大哥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猪可以天天杀 但是土猪 隔三差五才有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看油脂 土猪的肉是油脂 很丰厚 相当丰厚 能看出来 它不会出水 饲养的猪 劈开了以后 会冒出水珠来 还有一个肥肉呢 土猪肉 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 那么饲养的猪 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 要用的就是土猪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 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 不过刘薇今天要选的 却并不是猪肉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我们只要全走 熊熊烈火烧猪脚 先烧走 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 变直了就没有 然后烧什么 到这边的皮 让它收口定型 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 哦 脚趾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仔细烧 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一个是毛多 再就是如果有不好的味道 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哦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 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这一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 但是前脚叫猪手 后脚叫猪蹄 一个猪脚呢 其实有很多种吃法 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 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 那么这一节呢 就是做蹄棒 剩下这一节呢 我们是做十门猪脚 从猪脚里面剔开 还有一根提筋 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那我们今天 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我们做十门猪脚 十门猪脚 看上去好吃的样子 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 毫无二致 但其制作方式 却极为讲究 肉块的大小 配料的选择 都有严格的要求 这也是十门猪脚 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的步骤是要分块 分块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提叉 提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为了保证猪脚的口感 需要先去除提叉上的皮 之后砍去提盘 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开了 哇 你看这肉好厚实 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 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什么猪脚呢 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 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从中间劈开 我们从中间劈开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是要保留这个皮的完整性 第二个呢 这中间还夹了一道更好的菜 有一个猪蹄筋 只有从中间劈开了以后 才能够拿到一根完整的猪蹄筋 沿着纸缝 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 只留下相连的骨头 再用剁骨刀沿着纸缝劈开 将猪蹄一分为二 整个洁面平整光滑 没有骨渣 既保留了猪蹄筋 又保证了猪蹄的完整性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 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 如果载于这个尺寸 吃的时候 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我来试试 就这样子 感觉到骨头了 分开了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 这个位置是哪位置 叫病骨位置 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 两把这样的刀 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厉害厉害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 块状备用 接下来刘薇要展示的 便是成就十门猪脚 纯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这一部分呢 是用来做我们的十门猪脚 当然还要加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配料 我们叫陈年蜜蓝 佐料是这个吗 这是原材料 这是什么 这是熟黄精 这是生黄精 晒过没有蒸过的 所以它们两个 其实是同一种 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估计你知道了 五指茅桃 对 水开后 熟黄精 生黄精 五指茅桃 悉数下锅 让各位做料的精华 慢慢融入汤水中 起到提香 解腻 去腥的作用 你为什么那么 对十门猪脚那么钟情 这个院员要说到 我八九岁的时候 我妈妈在饭店里 跟我爷爷做帮工 然后那个时候 由于我比较小 放学就就近到饭店里玩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 接触到十门猪脚 做猪脚的时候 本身就会有余料 当时十门饭店的后院 大概有十几口锅 要有人看火 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 然后我饿了 吃十门猪脚 饿的时候吃十门猪脚 有什么感觉 能有形容词形容吗 满足 三个小时后 半锅清水 已浓缩成一碗 乌黑发亮的精华 好浓哦这个味道 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对 没错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 因为里面的蛋白 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 禁不住从冷水到开水 那个过程的加温 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猪油融化 下入猪脚煸箱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点 更增强食欲 加入清水 没过猪脚 大火炖煮三十分钟左右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调小火 加料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 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 慢炖一个半小时 这是上骰的过程 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 有没有想这道菜 有 当然有 在西班牙的时候 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 他们都开心坏了 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 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 夹到口里 他不但没咬下去 他也没有嚼 继续嚼 然后就喊在嘴里说 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 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 能承担很多东西 一个半小时的漫长等待 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 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 地道的家乡美食 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 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 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香愁行囊 有人说 看遍世间繁华 才知幸福不过白饭粗茶 对此 大多数五宁人都深以为然 一道道顿波菜品 是他们平凡生活里 最珍贵的欢腾 名不见精壮的哨子 咸有咸滋味 甜有甜味道 人们感受到的 莫不是其中的幸福之味 而石门珠角 无疑是这方水土上 饱满浓郁的舌尖记忆 他们知道 真正的幸福 潜藏在平常自然的心里 而真正的快乐 存在于对简单生活的满足里